她的钱我敢用 烫手 说什么呢你 不吃了 都被你们吃饱了 被你们都噎住了 你被你干净了你 你干什么呀这是 我在这儿能轮到你说话吗 你总掐着掐着掐着干什么呀 你回来拉倒 我们吃饭就不等你了 行了 你就是想逍遥 你别解释了 你家里是什么时候管我 行了 你别太晚回来 好 就这样 妈 吃饭吧 行了 妈 我爸不回来吃了 让她交个水电费吧 她顺着道就跑了 在那儿穷姐是 她就是跟那些老朋友喝酒去了 哎呀 人家好啊 人想得开啊 那像我呀 整天就是瞎操心 妈 你又想说什么呀 不是这么回事嘛 我跟你讲 我要不跟你们操心呢 房顶都得让你们给掀了 你信不信 妈 妈 你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来啊 哎呀 金贝啊 妈问你啊 那一万块钱是不是你心甘情愿给你姐的 没 她没强迫你 没给你要吧 你干嘛要跟你妈回去去说呢 让她来家里弄了一套 干什么呀 我妈这里的个性你还不了解呀 我又控制不了她 她一定要过来 我拦都拦不住的 那你别跟她说嘛 赶紧把钱还给人家 我改 我一会儿就改 她的钱我敢用 烫手 说什么呢你 不知道 都被你们欺饱了 被你们都噎住了 你被人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呀这是啊 我在这儿能轮到你说话吗 你走签儿不签儿不干什么呀 没败 好 你还想怎么样呀 谁让你扒了 我们花你什么钱了 你不就是给了我几件旧衣服吗 还是你不要的呢 我告诉你吧 鼓励 我现在正准备让我妈妈把家具厂交给虎丰馆 这还不算好呀 你还想怎么样啊 你想的是挺好的 可你妈是个手材奴 你妈妈才是个手材奴呢 我告诉你吧 现在啊 只要你能够跟我配合得好 我妈妈就一定能同意你信吗 我 我配合 对啊 就看你怎么做了 我妈妈 那你说吧 我怎么做呀 忙着嘛 什么事都敢说呗 神神秘密的 怎么了 妈 看 房产合同 韩清贝给我的 让您签字了 好话都说尽了 什么意思啊 怎么又找上来了呀 他们家还有完没完呢 不是 不是 妈 您要是在这儿签了字了 他们家那家具厂就是古风的了 这 她妈说的 你是不是也惦记呀 你看你这个表情啊 哎呀 鼓励呀 你能不能有点儿骨气啊 是不是 妈 是不是 古风 他当了那个什么 那个 要了那个家具厂 你就能沾光啊 不是妈 我真的 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韩清贝还说了呢 他哥马上就去员教了 我在想啊 没准能让古风 当个老总什么的 上哪儿原教啊 这 原教还能去哪儿了 穷山沟呗 古丽 赶紧找他谈谈 让他把小查理留下来 到那个地方那儿带个孩子 多累赘啊 对了 这是个机会 有道理 行 妈 我现在就去 行了 行了 算了 还是我去吧 那办事我一贯都不放心了 哎呀 妈 您就放心吧 啊 你要是去的话 万一一口被他给拒绝得多难看啊 上次我爸不就是个例子吗 你让我跟大思仙去 我们找他谈 他要是孙口呢 您再去谈 你看行不行 那也行 不过到那儿别急啊 别 干嘛就撒你 就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有利有利的 听见没有 一定要坦诚啊 您放心吧 我这就去了啊 老四啊 老四啊 您好好谈啊 老四啊 老四啊 妈 有事吗 有事 能没事吗 干什么呀 把这东西拿上干什么呀 我不是说了吗 这房子不会过户的 你妈三房五次的 到底想干什么呀 她不想干什么 她这不是为了我着想吗 自从我跟谷佛闪婚啊 她就从来都不相信 我们之间的婚姻会长久 你看你自己都说了闪婚 是啊 那能长久吗 要是靠这个 签了一份这个就长久了 可笑吗 这房子能保证什么呀 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真是可笑 再说了 我跟你爸还在呢 我妈还活着呢 就这么逼我们哪 不伤我们的心哪 妈 我们没别的意思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呀 什么想多了 都让我们签这个 还没别的意思呢 只要你现在 在这上面签上字 古风就能进 我们家的家具厂 不用 生一谈到家里来了 太俗气了吧 我跟你讲 你别拿这个来要求嘛 拿这个当条件 我告诉你 古风不去 我们不稀罕 我告诉你 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行 别来这一套 以后我告诉你 别给我提这个 听见没有 拿着 什么嘛 就我只知道会凶我 儿子 咱们马上就要到家了 爸爸 我不想回家 为什么不想回家啊 没有 回家 我就好想好想妈妈 可她已经不在了 我好想好想她 爸 儿子不难过 爸爸再给你找一个新妈妈 找一个爱你的新妈妈 好不好 好 小男子还一定要坚强 我去 谭老师 小吕 你们怎么来了 查理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爸爸 要是想给我 我要先回家了 太好 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叔叔再见 阿姨再见 再见 查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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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人行呢 没事 男孩子就应该放养 对了 你们找我有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听金卫说 你过一段时间 要去什么山区去援校 所以我们想把孩子抱回去 我们来收养 就不再麻烦您了 就是 你看你一个人带个孩子 挺为难的 以后还得成家 我们把孩子领回去 我给他当店 可以的 是啊 我说你们怎么想一出是一出 当初可是你们 不可以收养这个孩子的 孩子是什么呀 捉一板弄吗 想搬来就搬来 闹着玩呢这是 他是懂感情的 你们知道吗 哈老师 您别生气 我们是一番好意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用不着 我告诉你们啊 他是我的儿子 我是他的父亲 这辈子谁都改变不了 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不然我不会客气 韩老师 你看 我就知道 我不会同意的 你还有脸说 想想我就来气 还不都是因为你吗 这你也怨我 当初我又不知道 顾峰是他爸爸 这你没告诉我们是不是 你给我闭嘴 快 你把你的嘴巴管住了 这会儿我真的会掐死你 还好 看就乱起 你这